明天咱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现场的氛围有多高 氛围有多高 货就有多好 工厂投标 无论是淬油还是我们行内人 都是大家比较期待的事情 而且是货越好 氛围越高 咱们明天再把氛围提一提 这个版时间放得太长 都差点把它搞忘了 从今年过来 淬油们对总代色的需求 也越来越高 我们看这个颜色就集中在这里 而且这个颜色是穿透的颜色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把它套出来以后 正好在我们的水平的正面 咱们去看看自然光 这是块抹瘟机的料 从皮看很细 测光看 它的光感杠性已经出来了 我们看看这边上这个皮 托杀托的 说明它的种是非常老的 种老杠性全部都显现出的 好 现在咱们拿去线切去 明天咱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现场的氛围有多高 氛围有多高 货就有多好 整个行业都知道 我们这个料切出来了 好多人啊 来看来围观 热闹得很 所以说一个好东西啊 在我们行业里面 每个人都知道 很轰动 这些我们编辑了 在我们行业里就叫倒下 这个饼 过得了 和在板上的时候 显现不出来 但是现在我们看 它这种冰头感 这种种水 套了以后 它的种水 冰感会更足更强 而且它这道水啊 全部穿透了 像这样的高货 对吧 好 手桌出来了 它这么颜色 跟我们预期判断的一样 它是贯穿的 而且这绿很正 现场已经拒绝了 很多行家的难关了 我们看看 它在行内引起的反响 到底怎么样 就是这样一只手桌 一个计算器 就能够激发雄性火尔蒙 翡翠与别的行业不一样 在我们行业 靠的都是团队的力量 你看他们三五个成群 用各自的眼光 各自的经验 相互去结合 才能够准确地判断出 一个行业的市场价钱 那你们猜一下 这只手桌在同行 最高能给到什么样的价位 在评论区告诉我 感谢关注 我是原则周小彤